土生土长的 城市 我在这儿都住了三十多年 四十年了 在签加工作之前我住过这儿 住过饮食行 以前我在上班嘛 不上班是为了时间来开 是吗 三十号 二十五号 167 因为方便我们住地楼 这儿而且不一间汗食调 你哪儿吃嘛 我吃了这条 我主要是一种脆烧 脆烧面 就是炸酱面 老程度的炸酱面 这种烧子炒成脆的 不像以前的烤烧 这也就是近点来的 也属于是改进版 首先第一就是必须成形 保证食材 要还有一个干净卫生的问题 虽然成本高 你住手要放心 你咋 人家时刻吃了也放心 来的最多的就是周边上班的 反正来吃了的 起程以上说 反正可以嘛 几乎都是会不会 两三个也不吃 还想吃这个东西 你这种生活习惯 这就是做脆烧的 钱家人 吃起来没那么拆 把它分成小块 放到锅里边煮 煮过十多分钟 然后再捞起来凉冷了 改成小块 用脆烧机给打水 打水来 然后再炒 炒的时候 最后就加一些佐料 只只炒干物 炒酥味质 炒酥味质 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的香 然后刚刚吃了一口 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辣 就味道就很浓 然后就非常的好吃 还有一个勺子比较脆 非常的nice 同时带过来的 可能有十几公里过来的 最后有那种 老居民吃的那种死筋味道 因为外头都是老汉汉 我心格比较急 但是住四高上 明白还不压着风吼吼吼吼 反正该做好的一定做好 基本上做到退休来 基本上没差不多 因为我还有四年才退休 我不开了 会比我娃娃会继续开 对于爱吃面的人 他就是 非天必须要吃一顿面 他不爱吃面的 当然就无所谓 但是成都人大部分人 还是比较喜欢吃面 我开了十年 感谢人家司客 来碰餐 我们就要吃面的 最后一天使用 没有说要吃饭 好 就要吃一个